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铁 早上起床后别再去外面买包子油条了 今天饕铁给大家分享一个营养好吃的鸡蛋煎饼 90秒烙一张张张筋道又耐嚼 喜欢小伙伴赶紧跟上饕铁视频做起来吧 首先面盆里900克干面粉 家里长的普通中间面粉就可以了 加入7克食用盐搅拌均匀 再分次到900克清水搅拌成面糊状 一边倒入一边搅拌防止结成面疙瘩 搅拌成这样面糊状后 咱们朝同个方向使劲地搅拌 这样才能把面糊搅均匀 记住千万别左一下右一下的乱搅 一直叫面糊搅拌成这样吸引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面糊还是有点稠 咱们将剩余的清水倒进去将面糊稀释一下 搅拌均匀咱们的面糊就搅拌好了 空碗里打入一颗新鲜的鸡蛋 加入两颗食用盐 一把小香葱 用筷子搅散后放入一盆备用 预热好的平底锅里烧一层薄油 再倒入一勺搅好的面糊 后弄铁锅将面糊均匀的摊开 然后给表面倒上搅好的鸡蛋液用产能抹均匀 盖上盖子烙一分钟 等鸡蛋液凝固后给表面淋上一点食用油 翻面后再烙个30秒 时间到了咱们的鸡蛋煎饼也烙好了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试吧